現在是看的是年代新聞 早上九點鐘,歡迎收看年代新聞 大家早安,我是RomyM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是今天到現在這國內都還沒有颱風 而根據統計啊,以往第一個的颱風警報 最多出現在是7月的時候會發布 或許有23年都是在7月出現第一個颱風 再來是6月還有5月 但是今年快要花月底了,台灣還沒有颱風 其實也是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我們透過這氣象主發布的圖來看 最主要是有兩個原因 你可以看到今年因為受到這個反射引擎上的影響 讓西太平洋東風跟王林是還要長的 再加上這個台灣附近 其實這太平洋高壓都是偏強的 讓原本是容易孕育颱風的環境都明顯偏弱了 因此也不容易生成颱風 而過去呢,最晚發布颱風 怎麼出現在什麼時候啊 其實發生在2010年 當時是8月30號的南修颱風 而今年很可能會有寫下新進入的可能性 其實小兒子颱風和西南氣流帶來的疑似 與都基隆和宜蘭都出現是缺水問題 上次基隆昨天 現實是派了軍方的支援淨水車 把海水淡化之後注入到這貢寮的淨水場 希望能夠來緩解缺水的問題 還有平時就仰賴颱風水汽來灌給的宜蘭東升 7月的降雨率也是11毫米 創下近15年來的新低 好多茶宿都誤會了 讓農民損失殘重 也希望政府能夠來協助調度農業的風水問題 其實因為5號雷震雨是來的又快又急 讓高手人舞出的水管路 出現這經典的泥巴海浪 還有這台南小東路的地下道 也是積水高達了10公分 另外在南投市的張南路 甚至選煙道是半個輪開的高度 根本就看不到麻木 一直買車子瞬間拋壞 動彈不得 還好在雨停之後 積水就慢慢退去 沒有釀成嚴重的災情 到掙脫捆綁之後 實力氣砍人 現在也傳出有兩人因此身亡 想情況 我們把時間交給人去 像是柬埔寨還有緬甸打工 詐騙和平傳 包括中國 香港和馬來西亞等等的華人 都是目標對象 而香港有一名28歲的增性男子 先前就因為網戀 想要到泰國來見女友 沒想到一到當地就被人押走了 旅遊業者也說 有民眾原本想去泰國玩 但是因為這些負面的報道被嚇到了 所以打消灭頭 最近就算是禁團令已經取消了 而且在東南亞的市場 恐怕短期內都會有影響 我們看到這帳面網次遍布 柬埔寨、泰國和米店 其中有不少中國人摄入 也有很多的中國民眾受害 因此公安也用各種的威嚇手段 包括是駐小女的戶籍 在樓家撲哄機 甚至還會連坐子女升學等等的方法 要負使這23萬的詐騙犯回國 定期還有緬甸KK園區的首領 奢治江是在泰國落網 將會引渡回中國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帥 團附中並花了熱議 雖然黨中央聲稱不會見高層 也不會談及這任何政治性的議題 但是根據中國官媒報導 在河南鄭州舉行的兩岸關係研討會上 夏立言所率領的團員 還透過視訊來致辭說 國民黨將會持續推動九二公式反對天 而各國藻力就各自舉行這個軍事演練 讓緊張程度又再度提升 詳細情況 聯系記者蕭文言 來到今天現場帶你們來關注 這面對年底選戰 其實現在也發現說 這參選人有好多的亮點來心機 也被票選說是前十大的最美選戰參選人 其中我們看到這第一名 就是這民進黨的桃園市議員黃雄貴 另外像是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 參選人這白喬英也是當選第三名的部分 我們要來看到還要來看到這民眾黨 其實是前十名當中有五個人就緊進了 電視也是有遺珠了 像是最近因為這個被稱為是最美里長的陳子瑜 就是因為太晚曝光了 而沒有上榜到前十名 也被稱為是其中的一位遺珠 另外還要看到這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任用了商三內秀各界關注 有人發現這民進黨彰化現議員參選人 楊子賢的選舉看板上 原本上面學歷是寫著台大研究所 但是這幾天卻換掉了 改成是政大政治性 楊子賢說因為他的論文是還沒有寫完 因為還沒畢業 也擔心會引起誤會 才會把學歷改掉 公 章話報答 選舉畢竟 這網路上的假帳號也是蠢蠢欲動 數據公司就分析了 新北市長參選人的臉書粉專 假帳號入侵到侯友宜的粉專比例是破兩成 而林佳龍的粉專同樣也是增加 但是擔心有假粉絲和假評論等等 防不勝防 現在電商平台也是寄出禁令 甚至蝦皮購物就宣布 從9月12號開始是禁止分售網軍 有個蛋黃酥劍愛瑪士支撐的陳耀順蛋黃酥 即使一顆是將近百元 但是一開賣還是被秒殺了 而衝著陳耀順的光環 這超商聯名就推出了是蝴蝶酥 但是有粉絲收到貨之後覺得很失望 他說因為沒有奶油箱 而且大小也不一樣 對此稍稍回應 因為奶油類的產品 烘烤之後其實形狀會不太一樣 會再加強評管 飯是台灣經典的傳統小吃 不過最近有陶客分享 他嘗試在裡面加了胡椒粉 沒想到這口味是驚為天人 甚至還有人推薦加烏醋還有芥末等等 會更開胃 而華西街知名的滷肉飯業者就說 桌上平常都會準備胡椒粉 另外也推薦大家把辣椒醬加在裡面 味道會更下飯 而在英國倫敦市區 有一處鐵路拱橋附近是爆發火災 附近有兩間的火切站 也是受到波及緊急關閉 消防人員出動了10輛消防車 大約70名消防員來灌水搶救 而目前火事已經受到控制 藝人艾成昨天上午在自家住眼路身亡 而老婆王同事立刻從宜蘭趕回家 回顧艾成在結婚兩周年的時候 就曾經為他寫歌 這次劇集裡面都透露出對老婆的愛意 詳細情況連接記者蕭文言 如果中頭獎你會和另一半說嗎 在台北有一對夫妻 她們判太太要給先生兩百零一碗 南西亞攝影師馮葉輝是受到影護導演齊波林的啟發 背著20多公斤的高規格攝影器材 耗費7年時間走過了10萬公里 將全台美景都輸在鏡頭裡 詳細連線給記者蕭文言 中國有一名直播主 這開播的時候忘記開美言了 結果一按下特效之後 立刻是從大媽臉變成網美臉 差距之大 就連粉絲都忍不住留言說真的是嚇死了 這一段30秒的影片在微博上傳開 也引起網友們留言熱議 詳情聯繫給記者黃金 看總統影齊月剛迎來上任就職百日 但是民調卻是創下新低點 最近她的民調滿意度是跌破三成 片段收看我是汪敏妍 祝您平安順心 我們再會